报告说,本澳公共广播机构自我审查,政府干预新闻内容,和澳广市记者曹永燕,收到两封恐吓信,警告他不要再揭露澳广市内部情况。 报告也指出,当局无理阻止他人入境,濫用扣押条文,妨碍记者采访拍摄,侵害集会和言论自由,而对居民财产的保护就不作为。有关报告将会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。